北京时间金城当地警方公布的数据 枪击事件造成28人死亡 其中包括20名儿童 凶手在现场打死了18名学生和6名成年人 另外有两名学生在送医途中不治死亡 凶手在开枪之后自杀身亡 另外在凶手家中还发现1人死亡 死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 枪手身份也已经明确 据法新社报道 枪手是一名24岁男子名叫蓝渣 他妈妈是桑迪胡克小学的老师 据说凶手的目标是妈妈班上的学生 凶手在驱车去学校前 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到了学校他除了杀死其他人 还杀死自己在那里工作的母亲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得知消息后表示 枪击事件让他和全美国人民都感到十分心痛 他要求全体美国人抛开政治分歧 采取切实行动来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奥巴马还下令全国降半旗 为枪击事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terestingly录 cabeza 此外 voyниц游馆 added 好像是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